正割函数 正割函数 记作SEC 它就是这个英文字 secant的缩写 所以我们也就念 secant X secant这个字是中文割线的意思 所以我们才会称 secant X这个三角函数 称它为正割函数 这个X是字变量 我们在讨论三角函数的时候 都应该已经知道了 这个X是用弧度来测量的角 那么这个函数定义成什么东西呢 其实六个三角函数 彼此之间都是有关系的 这个secant X就被定义成 cos分之一 余弦的导数 我想你别问为什么 这个就是反正定义了 定义了secant就是cos分之一 cos的导数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划 secant X 要划正割函数的图形 那么从定义呢 我应该要先复习一下 cos就是余弦函数的图形 先回想一下 cos在0的地方是1 然后呢它是偶函数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坐标 平面出来 那么因为它是偶函数 我先处理最中间那一段的 余弦函数的图形 就是在正负二分之拍之间 大家看到它是对称于 歪轴的一个图形 在正负二分之拍之间的 cos的函数图形像这样 那马上就可以看到呢 在正负二分之拍这两点 cos是0 它不能有导数 所以secant在正负二分之拍 是没有定义的 因此我们就画两条迁值线 先把它记录起来 那么在这两条迁值线之间 这个secant X的函数图形 就要是cos的导数 也就是要做分之一的意思 那么在Y轴上cos是1 所以做了导数以后 我们看到secant X在Y轴上 也就是X等于0的地方 也是1 但是在1的左右两侧 cos是小于1的 做了导数以后就会大于1 而且呢当然越靠近 当cos越靠近0的时候 secant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看到secant图形是这样子 刚才我们画的正负二分之拍的两条迁值线 其实现在看到的就是secant X的两条迁值渐进线 好了 但是这里只有一段的cos的图形 让我们扩大两段出来 我们照正负二分之三拍之间来看cos的图形 也是对称于Y轴的两个 小于0大于负1的两段图形 那么也一样马上看到正负二分之拍这两点 cos是0 所以secant没有定义 我们也画两条迁值线 记录在这边 然后呢 在这两段里面 我们做cos的导数 cos是负的 所以做了导数当然也是负的 但是在正负拍的地方 cos是负1 那么做了导数以后 secant在正负拍也是负1 但是在这个负1的左右两边 在正负拍的左右两边 这个cos的绝对值 它的数值借鉴靠近0 那么它的导数的绝对值越来越大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负数来说 它就越来越小的升下去 所以呢 在这个左右两段 我们secant的函数图形 也是对称于Y轴的 它们向下生长 那么我们晓得cos是一个周期函数 所以呢 它不限定在2分之3拍之间 我们的这个x轴 还可以向两侧再推展 但是看不下了 而且反正 这个图形会一再地重复 所以也没有什么必要 重复地画出来 只是我们晓得 cos是周期性函数 所以secant也会是周期函数 我们不用 我们不能画出 全部的周期函数出来 反正我们就画这样子 让大家看到这个secant x 作为一个周期性函数的样子 在这个图里面呢 我们现在有红色的曲线 代表secant x的图形 有很淡的颜色呢 代表cos的图形 让我们把cos的图形 现在就把它清掉 清掉之后 看得很清楚 这个是secant函数的图形 那么做一个结论啦 secant x有些什么特性呢 刚才说它是周期性函数 这个特性我想大家都会记得 我们就不写出来了 比较重要的特性是 我们看到secant x 要不然是大于等于1 要不然是小于等于负1 整个写在一起 就是说secant x的绝对值 会大于等于1 其次呢 secant x在这些虚线的地方 没有定义 也就是说这些点 不在它的定义域里面 那么所以这个secant x 在哪些地方没有定义呢 是在正负2分之π 正负2分之3π 这些地方没有定义 所以我们就写说 secant x在正负2分之 奇数π的地方 没有定义 最后这个图上看得很清楚 因为原来的cos 是偶函数对称于Y轴 所以做出来的secant x 这个函数也是偶函数 它的图形是对称于Y轴的 讲完了正哥 我们就顺便说鱼哥吧 鱼哥就是鱼角的正哥的意思 就像之前sine对着cosine tangent对着cotangent 这个secant就对着cosecant cosecant这个字 就是我们说的鱼显函数 按照定义呢 这个cosecant of x 就应该是x的鱼角的secant 所以我们就记着写下来看看 这个cosecant x 就应该是secant xperc xperc就是我们记着x的鱼角 也就是2分之拍减x的意思 那么刚才说的secant的定义 就使得这个secant的xperc 就应该是cosine xperc 也就是说x的鱼角的鱼显 那么鱼角的鱼显就是正弦嘛 所以呢 整个还原回来 我们看到cosecant x 就是sin x分之1 也就是说鱼哥是正弦的导数 正弦的导数 现在呢 我们要来看它的图形 图形就不需要从头再来了 用评译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再回顾一下 这是刚才 这个cosine x是淡的红色 然后这个secant x的函数图形 是深的红色 那在这张图上面 我们已经晓得 cosine跟sine的导数图形的关系就是 把cosine向右推2分之拍 向右边平移2分之拍过去 全部都一起平移过去以后 我们看到淡的红色图形 就是sine的图形 而深的红色图形 当然就跟着平移过来 就是cosine的图形 因为红色的图形 就是这个淡的红色图形的导数 所以这个淡的红色图形 经过推移之后 它既然已经是sine的图形 那么做导数出来 当然就是cosine的图形 所以这里我们就已经看到了 cosine的函数图形 那么跟刚才一样 我们做个整理 第一cosine函数呢 会是一个周期性函数 当然因为sine是周期性函数 做了导数之后 它还是周期性函数 然后呢 因为sine介于正负1之间 取了导数之后 我们的cosine的绝对值 会大于等于1 其次呢 这个原先的sine函数 是个基函数 对称于原点 现在经过一个 对不起 cosine经过推移 但是现在sine不用再推移了 这个sine这个函数 是一个基函数 它对称于原点 所以我们看到的 这个cosine这个函数 因为是做导数 它也会是一个基函数 这个函数会对称于原点 最后我们看到 这些千值的渐进线 代表这些点呢 不在cosine的定义域里面 所以cosine在哪些地方 没有定义呢 就是sine这个函数 等于0的地方 没有定义 那也就是0 正负π正负2π这些地方 简单来说 就是正负整数π的地方 整数乘以π的地方 是cosine没有定义的地方 所以这支影片 就这么简单地 告诉各位同学 secant跟cosine的定义是什么 它们函数图形的特征 还有它们函数的一些性质 是什么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